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,今夜在浪漫剧场。 公主殿下生活在一个黑白的城堡世界里,每天都过着无聊的舞会生活。 一天他逃出了城堡,想要去外面的世界去看看,但他只是一个虚幻的电影人物,电影底片在被封存多年后被重新发现。 喜爱电影的男孩健思再次看见了美丽的公主。 健思是电影片场的副导演,他每星期都会去浪漫剧场看公主大人的电影。 渐渐地,健思爱上了公主,但是很快,电影底片就要被老板卖给一个收藏家,而电影里的演员早就已经叙事。 悲伤的健思苦苦要求老天爷让自己见一见公主,没想到老天爷真的大发慈悲,随着一道闪电的降落,公主从电影里走了出来,而且还是黑白色的样子。 公主十分喜欢这个彩色的世界,但不准健思碰自己,否则就是拳脚伺候。 健思带他回了家,但公主却把健思当成了仆人,还吩咐健思带自己出门玩。 健思无奈,只好用小推车带他去片场,为了防止被发现,还用一床棉被盖住他。 公主用片场的道具给自己上了色,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化妆间,还在片场到处涂鸦毁掉了片场布景,揍了一顿想调戏他的大明星,并乱扔演戏用的道具炸药引起片场爆炸。 害得健思被导演一顿臭骂,还被抓进了警察局,健思终于忍不住爆发了,让公主别再缠着他。 但一看到公主临着雨找护身符,健思又心软地跑去帮忙打伞,帮忙找到护身符,还向公主道了歉。 没多久,健思就获得了写剧本的机会,这个机会是社长女儿帮他争取的,目的就是想追求健思。 可是健思却毫不知情,他写下了自己和公主的故事,为了把故事完整化,健思还让公主帮忙去勘察场景。 两个人一起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,做了许多情侣会做的事情。 健思还把自己打扮成了王子,用玫瑰花向公主求了婚。 公主有那么一丝丝心动,他们隔着电话亭亲吻了对方,就像无数电影的场景一般。 两人之间的气氛也明显发生了变化,而这一切被社长女儿看在眼里。 社长女儿问公主和健思到底是什么关系,公主看着自己开始褪色的手,告诉社长女儿自己只是健思的亲戚。 很快健思的剧本就通过了,距离导演梦只有一步之遥了。 惊喜之余,她带公主去山里看了萤火虫,并向公主表白想和她看更多的风景。 但怀揣心事的公主却拒绝了健思。 她告诉健思自己无法触碰这个世界的人,这是作为到这个世界来的条件。 健思问她为什么要冒险来这个世界,公主坦白说看见了一直在看电影的健思,所以想来见见她。 第二天,公主在健思的衣服里发现了一枚戒指,她惊觉健思是想向自己求婚。 公主戴着戒指去偏长找健思,却发现同事在劝她和社长女儿在一起,不然健思很可能就要失业。 公主听后做了自以为对大家都好的决定,等健思回家就看到提着行李离开的公主。 她因为不敢碰公主,并没有留下她。 很快天空下起了雨,公主躲进了电话亭,被浪漫剧场的管理员看见。 管理员带着她回到了剧场,管理员告诉她自己的妻子也和她一样,但有一天管理员的妻子突然就消失了,公主十分害怕。 她去找社长女儿,交代她,好好和健思在一起。 社长女儿在看过健思的剧本后,被公主和健思的爱情感动,她将公主找过她的事告诉了健思, 还告诉她,公主会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在乎她。 健思疯狂地跑去剧场找公主,无论是否能够触碰对方,她都决定要和公主在一起。 就这样他们结了婚,他们会隔着玻璃亲吻,也会用布条牵着对方,一直到健思变成老头生病住院,公主仍然是那副年轻的样子。 健思给当年那个故事写了一个圆满的结局,在她即将离世的那一刻,公主终于触碰了她。 两个人深情相拥在一起,之后,公主随着健思消失在这个世界,而她们在健思的剧本里又重新相遇。 黑白的世界变成了彩色,她们也永远和对方在一起。 电影告诉我们,真爱不会被外界物质所阻拦,如果爱就不要怯懦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